电动机车的买器受到整体机车销售市场下滑的影响 尽管4月份的销售有达到8400辆 但是距离每个月1万辆的基本门槛 其实差距还有一段 因此各大业者开始祭出各式的超杀优惠 从送安全帽 配件到万元购车金 就是要来冲刺销量 变门一吹 猛力加速破百 依表还会跟着变换颜色 eReady新款电动车 瞄准热血车主而来 全台湾第一台以重机调校技术设计而成的电动机车 女生驾驭起来呢 其实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 因为它其实经过轻量化的设计 而且呢 就算是想要立中柱 也可以感觉到是相当省力 加上14寸大胎圈 锐利双眼头灯 散发浓浓赛道风格 上市到现在 平均两天成交一台 还要趁胜追击 再寄优惠 会送运动的安全帽 就是本来跟这个车子比较配的 然后手机价 放的部分有一个5000元的电池支费折体金 那这个是可以直接折体于车价的 电动机车大厂比谁优惠杀 轰家腾5月购车 第一年不收电池月费 等于现省3588元 eMoving聚焦绿排车 送万元吸尘器 还有2000购车金 PGO也不遑多让 直接送5000到1万购车金 让这台超萌粉色电动车 卖到缺货 它是用3000瓦的马达 那它在这个plus的版本最大的差别 就是有这个方格齐模式 那加到底之后呢 如果你在爬坡觉得速度不够的话 你就按下S档 那它就会瞬间推出就会变大 毛起来拼了就是因为2021电动车市场大幅缩减 1月只卖1419台 2月也卖不到1700台 尽管4月毫不容易突破8400台 重回10%的市占 但距离每月万量的基本门槛 还是有段不小距离 去年的时候 它的补助是以七期燃油机车为主 那到今年为止 燃油机车补助明显的下降 然后又回过头来补助电动车 那电动车的补助在增加之后 对于民众来购买新机车的意愿 我觉得多少都会有增加 电动机车业者大手比给牛肉抢业机 但也要靠政府补助 才能让诱因再提升 东四很新闻中 于瑞宏佩宇台北报道 在这里的电动机车的补助